那么为什么最后范黎还是派大儿子去了呢 前面我们曾经讲过 范黎在经商的过程当中 那非常的就是人才问题 他用人的特点叫做责人而不责于人 那既非常正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同时又对人非常的宽厚 从来不斤斤计较 不过分的苛求 我们可以想象 范黎的手下肯定是少不了既能办事又有本事的人才 那么范黎既然事先预料到了老大一去 这个事情非办砸了不可 那么为什么范黎事先不派他几个手下得力的 有本事会办事的聪明人去帮一帮大儿子呀 防止他办出什么傻事来呀 万一可以这样做呢 那为什么范黎不这样做呢 也就是说范黎既然知道 老大一去非坏事不可 那么为什么不提前采取一点防范的措施呢 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难道说范黎老糊涂了吗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一开始 我们提到的 儿子被伤了 这本来是个很悲痛的事 别人都很悲伤 为什么范黎在这个时候哈哈大笑呀 他的笑声又从何而来呢 这两个问题究竟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呀 我们倒是不妨设想一下 当初范黎他们家知道 二儿子因为杀了人 被关进了监狱 即将要判处死刑的时候 摆在范黎面前的选择呀 无非有这么几条 第一种选择 那就是不管不问 认其自然 第二种选择呢 差好相反 就是不惜任何代价 不择任何手段 动应一切资源 而全力以赴 把这个二儿子给救出来 这两种选择 是两种极端 现代人啊 往往有比较强的法治观念 无论是什么人啊 犯了罪 都会听凭司法机关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生 按照法定的程序啊 进行处理 而不会干扰司法 所以现代人通常会采取第一种态度 但古代 法律制度不像今天这样健全 人们的法治观念呢 也比较淡默 有些人啊 特别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 就有可能啊 不担任何手段啊 去拉关系 走后门 试图啊 逃避法律的制裁 有可能采取第二种做法 那么范黎 他究竟采取了什么做法呢 从刚才的故事来看 范黎走的是一条争奸路线 在整个失救儿子的过程中 范黎的行为让我们感到很困惑 一方面他对儿子没有不管不问 还是想了办法的 另外一方面 他又没有尽全力 并最终导致了儿子的死亡 那么在救与不救儿子的问题上 范黎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的心态呢 范黎想救儿子 应该说是从感情出发的 是真实的 人之常情 父子毕竟是父子 在他那个时代 儿子犯了罪 即将面临杀头之祸了 作为父亲 如果说是无动于衷 不管不问 一点表示都没有 范黎恐怕对自己的妻子 对家人 那是交代不过去的 自己也未必能够做到心安 所以想救儿子 我想这是真实的 是范黎真实的想法 人之常情 可是既然想救儿子 为什么他又不肯尽力呢 这是因为范黎等得知进知退 适可而止的道理 范黎等得即使不喜任何代价 全力以赴把儿子救出来 那也未必一定就是一个好事 因为辅息获之所福 范黎本人来讲 他无论在政治上 还是在经商的过程当中 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积累了 坎成是天下首富的巨额财富 如果在这个时候 范黎依然是知进不知退 知存不知亡 知德不知丧 那只会有可能招致更大的灾祸 范黎他自己等着知进知退 适可而止的道理 可是家人 特别是他的儿子们 却未必等着这个道理 如果家人们 特别是儿子们 以为自己是首富了 财大气粗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就可以违法乱纪了 就可以草剑人命了 这恐怕恰恰是一个很大的灾祸 如果这个时候真把二儿子救了出来 说不准 只会更加助长这样一种狂妄自大的情绪 以为我们范家啥事都能够摆平 什么都能够搞定 这恰恰是一个巨大的灾祸 另外一方面 儿子犯了访被判处死刑 这当然是祸 可是也未必一定就是一件坏事 因为祸兮府之所一 灾祸 那恰恰就是幸福的基础 如果通过这件事情 让自己家人 特别是自己的子孙 能够记住这样一个沉痛的教训 从此引以为戒 能够老老实实的做人 谦虚谨慎的做事 能够等得知进知退 适可而止的道理 该退让的时候退让 该吃亏的时候吃亏 这样一来 又何畅不是一件好事 又何畅不是一个性事 想到这里 范李能不哈哈大笑吗 他的笑 既不是气傻了的傻笑 也不是气疯了的狂笑 还不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而是透着大智慧的那种笑 后来的事实证明 范李的这个笑声 那是非常有道理的 史记货之列传里边 有这样的记者 说是范李 后年衰老而听子孙 子孙休业而息之 随之俱万 就是说 后来范李年纪大了 身体慢慢的衰老了 于是他就把经营家业的事情 完全交给了自己的子孙 自己就退休了 安享晚年 那么在子孙们的经营之下 范家的产业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 到最后 累资俱万 俱万是个什么概念 那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亿万了 怎么知道的 西汉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叫做刘相 刘相写了一本书 叫做《新序》 里边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 战国的时代 梁国发生了一个很蹊跷的案子 那么负责断案的这些大臣们 有人主张应该定有罪 有人主张应该定无罪 究竟是应该定有罪还是定无罪 梁王也被搞糊涂了 正当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梁王几争生智就想起了一个人 他就说 陶珠宫这个人 就是一个平民百姓 他家确实能够做到富可敌国 那么一个平民百姓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说不定他们家是确实有过人的智慧 我们不如就把陶珠宫请来 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主意 于是梁王就派人 转程把陶珠宫请了来 把案情向陶珠宫介绍了一下 然后就讲了 你看这个案子有一半的人主张定有罪 一半的人主张定无罪 我自己也被搞糊涂了 请问先生这个事怎么办好 陶珠宫非常谦卑的讲 大王 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 一介草民 我根本就不等着怎么断案子 可是大王您竟然让我说话 我就勉勉强强的给您举一个例子 我家里边有两块白色的玉壁 这两块玉壁从正面上看 无论是尺寸大小还是颜色光泽都是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的价格相差很大 其中一块能够卖到1000亿红金 另外一块只能卖到500亿红金 梁王听了以后也感到奇怪 就问 为什么看上去一模一样 两块玉壁价格相差如此悬殊 陶珠宫就讲 从正面上看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如果再从侧面看 其中一块玉壁的厚度 恰恰就是另外一块玉壁的两倍 所以说厚的那一块就值1000亿红金 薄的那一块只能卖500亿红金了 陶珠宫的意思是说 为人要厚到 玉壁有厚度就值钱 为人要厚到就能够得人心 比如说赏和罚 可以定罪也可以不定罪的 尽量就不要定罪了 如果可以奖励也可以不奖励的 就尽可能给他奖励 梁王听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把这个很难断的案子 就没有定罪 曾经发落了 这个结果 梁国人果然是非常的高兴 那么刘相在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 就评论说 做任何的事情 看来都是要厚到 比如说墙厚了就结实 薄了就容易滩糖 私质品如果薄了就容易撕裂 器物如果薄了就容易摔碎 酒味如果淡薄了就容易变酸 所以薄的东西往往是不容易长久的 而厚的东西反而容易长久 所以掌握权力的人也应该善待老百姓 后代老百姓 只有这样才能够得人心 才能够长治久安的 那么这个故事里边所提到的陶竹公 一般认为不是指的范黎 而是范黎的后代 因为范黎本人是不会活到战国时代的 那么这个故事表明范黎的后代一直没有再做官 一直是普通老百姓 也就是说是专业的工商业者 而且范黎的后代 那么在继承了家业以后 做的规模很大 达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 范黎所开创的家族企业 由此可见 虽然曾经发生过 二儿子因为杀人而触犯了法律的事情 但是并不存在富不过三代的问题 范黎究竟是靠什么来培养继承人的呢 主要说来有两点内容 第一就是直进直退 是可而止的人生智慧 范黎的一生就是直进直退 是可而止 靠着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智慧 范黎不仅保持着不断进取的那种旺盛的创造力 而且始终保持着分发向上的那种激情和活力 同时范黎还非常好地做到了富而好得 富而不交 第二点就是宽以待人的处事原则 范黎自己对待人才那是非常宽厚的 从来不斤斤计较 而只有做到宽以待人 那才能够照顾别人的利益 才能够公平买卖 做到买卖双方的双赢 而只有宽以待人才能够做到富而好得 乐善好施 才能够周济情人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而只有宽以待人才能够真正的守法经营 不伤天害地 那么从范黎后代这些表现来看 范黎可以说把他的这样一种人生的智慧和处事的原则 很好的传给了他的子孙 并且被他的子孙得到了非常好的继承和发扬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也证明了范黎的后代在这一方面的特点 在这个故事里边 范黎的后代不仅很好的继承了自己家的产业 而且非常热心于商业的教育事业 就把一个分文莫名的年轻人 一个很贫情料倒的年轻人 培养成了富比王侯的大富豪 那么这个非常幸运的年轻人是谁 他是战国时代的鲁国人 名字叫伊顿 伊顿这个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穷困潦倒 几乎是一事无成 他正地经常饿肚子 他养残之不却经常的受冻 那么在饥寒交迫当中 日子过得非常的艰难 伊顿就听说陶珠宫那是天下的首富 所以心里边羡慕极了 就特地从鲁国跑来要拜陶珠宫为师 学习他是怎么样来罚家致富的 陶珠宫并不因为伊顿是一个很贫情料倒的一个情小子 就瞧不起他 而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 同时又根据伊顿缺少资金的特点 就指点他说 你要想发家致富就应该去饲养牲畜 那么听了陶珠宫的这个指点 伊顿来到了西河伊士这一带 开始创业 伊士这一带就是现在的山西省的南部 这一带土地非常的潮湿 水草丰美 非常适合发展畜牧业 伊顿就从几只牛羊起步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那么经过十几年的时间 他的这个牛羊已经繁殖的 到了多的数不胜数的地步 伊士这个地方 除了事宜发展畜牧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就是盛产池盐 盛产盐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伊顿在贩卖牲畜的时候 都好顺便少一点盐 那么拖到外地去卖料 久而久之 伊顿就发现 卖盐的利润 要比经营畜牧业一点也不差 于是就用发展畜牧业 所积累的第一桶金 转而投向经营盐业 最后伊顿就靠经营盐业发了大财 司马迁在《史记货之列传》里边说 伊顿到了什么程度 与亡者裂腹 意思是说他的家产已经富比王侯了 伊顿那就是陶珠公培养出来的学生 那么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 范黎的后代不仅非常好的继承了范黎所开创的事业 把他做大做强 而且做得很久 同时也非常富有社会功德 非常热心于教育事业 来培养人才 实际上战国时代 像陶珠公这样热心商业教育事业的人还不止一个 有一个大商人 不仅他自己事业做得很成功 而且在从事这样一种工商业的教育事业的时候 还形成了一套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那么这个人的做法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商学院了 那么这个大商人 他究竟是谁 他又做了哪些事情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 战国时期的一个大商人 在商业活动中总结出了自己独特的经商秘诀 那么这个大商人的经商秘诀是什么呢 他对我们今天的商业活动又有哪些启示呢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小 为您精彩讲述商古传奇第七集 商主白归